老男人娶又年轻又美貌的娇妻已经怪不怪了 可若反过来男人娶大自己很多岁的女人 这样的婚姻就少之又少了 池崇瑞就是其中一个 池崇瑞这个名字很多人还是陌生的 但说起八六版《西游记》中的唐僧 大家踏实要惊呼了 原来是他呀 就这个英俊帅气温文儒雅的唐僧 娶了比自己大11岁的富商陈丽华 这一陈丽华不仅是唐僧的姐姐妹 还理意带有四个孩子 可归的是大半生已过 唐僧身边不管妖精评线还是仙子飘过 他全然不放在心上 而是和陈丽华相爱相守 共度了多少年风风雨雨 那一年《西游记》一夜兼火爆 《西游记》因他精确的演绎而愈发精粹 他作为唯一一个取到了真心的唐僧 也因此被观众所熟悉 当时到池崇瑞作为一件演员 颜值身材演技都是妥妥在线 星途不会太差 他完全可以凭借着自己的努力 过上惹人羡慕的日子 毕竟池崇瑞是一路优秀的长大的 1952年他出生在北京 一个京剧世家 虽从小深受京剧艺术的耳濡目染 但他并没有走上京剧演艺之路 他先是成了知青 后来又去做了文艺兵 随后在自己的打拼下 他毕业于上海戏剧学院 正式成为了一名演员 他因为唐僧火了 可后来他似乎悄无声息了 很多人表示不解 其实他是遇到了他一生的伴侣 陈丽华 也因为他 他的人生被改变了 那时的池崇瑞是一众女孩 心中的男神 两人的相遇充满着戏剧性 陈丽华自爆 他和池崇瑞的互生好感 他的小孙子共不可没 因为小孙子喜欢看唐僧 就这样渐渐的 他也和池崇瑞互生好感 直至走到了一起 刚开始时 这俩人的亲手并不被看好 一个是单红男星 另一个是女傅和身边 难免有留言传出 池崇瑞是棒大款 但他俩在一起时 是陈丽华给池崇瑞写情书 这封情书有陈丽华对池崇瑞 一直羞于说出口的表白 更是实力帮池崇瑞 洗清了棒大款的参与 挽回了他的尊严 想必也是这一个转折 让俩人坚定的走在了疫情 直到现在 陈丽华也一直称对方为池先生 您这个字也一直在 他们的称呼中出现 他们深知一段婚姻要走得长远 一定要相互敬证 在相看两不厌的状态中 去抵抑日常的琐碎 如此方能相伴到老 这才有了我们眼中 他们的相近如丁 从1990年结婚至今 已经过去了30年 陈丽华已经80 而池崇瑞也由小伙 到了老年 他们一直相爱相伴 从前那些口水墨子 自然也都消失了 虽然这些年 他们没有再要孩子 但池崇瑞对陈丽华的孩子 做到了事如己春 甚至为了孩子的一句话 他一直光头 没再留过头发 世间的爱情有千千万万种 池崇瑞和陈丽华 就是其中令人羡慕的一种 他们一家曾参加过一期节目 整个过程 他们其乐融融 莫知所及都是温馨 很多人寻其一生 要的不就是这种 最简单而真实的幸福吗